Guten Tag,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走遍德国德语课堂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德语课堂,我是你们的舒老师 在上节课上,我们学习了广泛用于报刊媒体的第一虚拟诗 我们知道用第一虚拟诗来表示间接引语 在第一虚拟诗和直层诗形式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会去借用第二虚拟诗形式来表示间接引语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听力练习,也就是一个街头采访,了解了瑞士人眼中的瑞士特色 最后我们还通过一个阅读练习,来了解了第一虚拟诗在报刊文章中的实际运用 同学们要注意一点的是,不是报纸上的每句话都需要用到第一虚拟诗 而是我表示,我这句话转述的是别人的话,或者别人的观点时,我才用第一虚拟诗表示一种距离感 在复习了第一虚拟诗之后,我们将一起来认识瑞士的摇滚乐团 我们将介绍这支乐队的基本情况,并欣赏他们的作品 最后我们还将归纳总结和音乐相关的词汇 好,那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让我们先来做阅读理解 书本第119页,练习5 报纸上的短篇报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篇来自报纸上的短篇报道 请同学们为每一篇短篇报道寻找相应的观点 这个练习应该不难吧 同学们可能发现在这四篇短篇报道的前面都有一个黑体字 这个黑体字也就是报道的地点 那我们先一起来看来自Kronothingen的报道 在爱门桃村附近的埃门桃村附近的Kronothingen 有大量徒步旅行的人还有散步的人都对此进行了投诉 sich beschweren 投诉抱怨 虽然山间小路的地市要比射击场低个几米 Ein paar就等于一个解释为一些 Ein paar Meter Tiefer就是深个几米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低个几米 但是当人们听到枪声 当子弹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候 人们还是没有胆量散步了 这篇短篇报道里有两个关键词 Militärische Schießübungen 军事射击练习 那么同学们想到什么 有没有想到我们上节课所说的 Die Schweizer können sich verteidigen 瑞士人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为什么呢 Jeder männliche Schweizer besitzt eine Waffe 每一位瑞士男士都拥有一件武器 所以我们这题应该选C这个观点 Lesen wir dann die Quotmeldung aus Thun 我们再来看来自Tun的短篇报道 Die meisten Schweizer sind mit ihrer Währung den Schweizer Franken ganz zufrieden Mit etwas zufrieden sein 对什么感到满意 大多数的瑞士人 对自己所使用的货币 也就是对瑞士法郎非常满意 Die Schweiz sei zwar alles andere als preiswert so die meisten befragten doch muss man dafür nicht so hohe Steuern zahlen wie in restlichen Europa so die meisten befragten 还记得Zo的这个用法吗 他表示前面那句话 是大多数受访者的观点 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 虽然瑞士根本称不上是便宜 但是至少不用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 交这么高的税 alles andere als preiswert 根本一点都不划算 steuern zahlen steuern zahlen 交税 那么说明瑞士税率还是比较低的 虽然物价比较高 但只要收入合理 然后交的税又不是很多 那么人们对自己的货币 对生活还是满意的 In der Schweiz legt jede Gemeinde ihren eigenen Steuersatz fest 在瑞士每一个县 每一个镇 税率是自己确定的 festlegen 确定 如果找一个同义词的话 就是bestimmen 确定 einige Gemeinden legen ihn absichtlich tief um die Einwohnerzahl zu erhören erhören 提高 die Einwohnerzahl erhören 提高自己居民的人数 有些线故意把自己线的税率 调得比较低 这里的in指的就是 前面的steuersatz 税率 absichtlich 有意的 故意的 这里藏着一个名词叫 the absicht 意图 absichtlich 就是mit absicht 就是故意这么做的 故意这么做 来吸引零县 或者其他县的居民 都到我这来住 这样我这个县的居民人口 不就增长了吗 这一段的主题 应该也非常明显了 alles ist ziemlich teuer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贵 但 glücklicherweise 我最漂亮的花园的比赛中 获得了头等奖 那么这个先生 为什么能够得此殊荣呢 对于他获得此项荣誉 决定性的要素是什么 这个面积不大的院子 花团紧促 干净整洁 竟然有序 这是他能够获奖的关键要素 这里的 Auf der winzigen Fläche seines Gartens 在他花园微小的面积上 其实想表达的就是 Der Garten ist nicht groß Der Garten ist klein 就是花园并不大 而是小 虽然小 但非常的漂亮 三个月 每天的花园 他带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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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21岁的年轻人 在谈到他 精心大力的花园时 说自己一天 要整理三次花园 并三次清扫 花园里的小路 Täglich drei Mal Wie fleißig 一天三次 这是有多勤奋 多努力啊 感觉树上 刚掉了一片叶子下来 也被他扫走了吧 所以这一段的主题 应该也非常明显了 Die Schweizer sind korrekt und sauber 瑞士人既准确 又爱干净 Die letzte kurz meldung kommt aus Interlaken 最后一个短篇报道 来自 Interlaken Am Sonntagabend wurde ein neunjähriges Mädchen das an starken Bauchschmerzen litt in die Nordaufnahme eingeliefert 星期天晚上 一名不同男人的9岁女孩 被送往医院急诊 Leiden an etwas Leiden an etwas 忍受什么疾病的折磨 这个词子我们见过 很多次了 an后面加三个 这个小女孩很可怜 an starken Bauchschmerzen leiden 腹部疼痛男人 把某人送入医院的急诊 Der Bauch sei hart wie ein Stein gewesen und das Kind habe laut geschrien berichtet der Diensthabende Arzt 当时值班的医生说 小女孩的肚子 硬得像石头一样 而且这个孩子 还在大声喊叫 不停哭闹 Der Diensthabende Arzt 那位值班医生 这里用到了词组 Diensthaben 解释为值班 那么第一分词 Diensthabende Arzt 就是正在值班的医生 直到一个多小时之后 医生们才确定了 互通的原因 Diensthabende Arzt 确定了起因 注意这里的Feststellen 和前面的Festlegen 就不一样 只是指定一下 比如说定一下时间 定一下地点 而Feststellen的这个确定 一定要经过前期的调查 比如在医院里 可能医生要给这个小女孩 拍片子 或者询问她吃了什么 那么这种调查之后 得出结论 就是用Feststellen 中文两个都是确定 但意思上 却有很大的差异 Diensthabende Arzt 根据小女孩自己的说法 她吃下了整整十块巧克力 有说明的意思 根据她自己的说明 10块巧克力 这毕竟是整整的一公斤巧克力 是这么多的巧克力 肚子不痛才怪 那么从这篇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 Die Schweizer essen sehr gern Schokolade Sie essen auch sehr viel Schokolade 瑞士人喜欢吃巧克力 他们吃的也多 所以主题句应该是 Die Schweizer haben einen jährlichen Pro-Kopf-Verbrauch von 11kg Schokolade 也就是瑞士人 人均每年巧克力的消耗 可是非常精明的 Nagut Jetzt machen Sie bitte selbst eine Karmatische Übung 下面就请同学们 自己完成一个语法练习 把前面课文里出现的间接英语 都改成直接英语的形式 我们刚刚复习了 Die Schweizer und jetzt können wir die Rockgruppe Zürich West kennenlernen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来 认识摇滚乐团 Zürich West zuerst lernen wir den Wortschatz für Die Ventei 那我们先来学习 这部分相关的词汇 它喜欢在海里潜水 后面的 实际上是代出不定式 做前面动词 的冰语 而前面的 Es只是一个形式 比语而已 我们一般潜水 向深处 潜去的时候 我们的位置 是发生变化的 所以它的完成 实柱动词 可以搭配 ist getaucht 名词 der Tauher die Tauher der Tauher die Tauher 潜水员 潜水者 就是在 Tauhen这个动词的 词干部分 加上ER 就得到了 人的名称 Ein Tauher kann unter Wasser Fischer beobachten Ein Tauher kann unter Wasser Fischer beobachten 潜水员 可以在水底下 观察各种鱼 那么我们这里 用beobachten 是因为鱼是有动的 同学们还记得吗 beobachten 这个观察 这个动词 它的宾语 必须是 移动的 活动的物体 或者人 Taube Taube 形容词 聋的 也就是 wenn man Taube ist kann man nichts hören 如果聋的话 那就是听不见 Bei dieser laute Musik wird man ja Taube Bei dieser laute Musik wird man ja Taube 这句话的意思是 音乐这么大 真的是要 震耳欲聋了 这里的 laute Musik 指的一定是 Rock Musik 吧 摇滚乐 那么既然讲到了 龙的 大家把 呀的这个形容词 记在一起 Stu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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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词 雅的 坚默的 Man sagt Stumm wie ein Fisch Man sagt Stumm wie ein Fisch 我们要想形容一个人 人沉默寡言 我们就可以说他 Stumm 为什么要拿鱼来打比方呢 鱼可能会说 我安静的做一条鱼 我招谁惹谁了呢 因为我们好像没怎么听到过 鱼发出声音吧 所以当一个人 沉默寡言 我们就说他 Stumm wie ein Fisch The fan post The fan post 歌迷来信 或者影迷来信 就是我们说的 粉丝来信 Fam 粉丝 Post 有邮局 但也有信件的意思 所以这里可以解释为 The past from fans The past from fans The banner hook grupper becompt few fem post The banner hook grupper becompt few fem post 柏尔尼的这支摇滚乐队 能够收到很多的粉丝来信 这里用feel fem post 而不用feeler 是因为这里的post 是不可数名词 Liebele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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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柏尔尼德语 就等于德语里的Liebeleute 亲爱的女士们 先生们 也就是和很多人打招呼的一种称谓 Das Berndeutsch Das Berndeutsch Das Berndeutsch Borny德语 如果把这个复合词拆开 可以加一个什么借词呢 Das Berndeutsch ist das Deutsch in Bern 也就是在 Borny所说的德语 就是Borny德语了 Liebeleute Seid ich im Ausland wohne Finde ich es noch schöner Dass ihr auf Berndeutsch singt Auf Berndeutsch singt 用波尔尼德语来演唱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 自从我在国外生活 我就愈发的感觉 你们能用波尔尼德语演唱 实在是太棒了 很明显 这是写给乐团的一封信 一封粉丝来信 那么开场的这个称谓 Liebeleute 其实就是对摇滚乐队 所有成员的成为 我们如果翻译成 女士们先生们 就显得有点身份 其实这里的意思 更像我们所用的 亲 那么这里他用 Liebeleute 其实就是想拉近 彼此之间的关系 老乡嘛 虽然我生活在国外 但我还是博尔尼人 我喜欢听 博尔尼德语的歌 我自己也会说 博尔尼德语 Das Autogram Die Autogrammer Das Autogram Die Autogrammer 亲笔签名 一般我们粉丝 都希望能够得到 自己喜欢的偶像的 亲笔签名 就是这个 Autogram Durchlassen Durchlassen 可分动词 Durch这个借词 有穿过的意思 Durchlassen 就是请允许 我在这里通过 Ich habe versucht I habe versucht Ein Autogramm zu bekommen Aber man hat mich nicht durchgelassen Ich habe versucht Ein Autogramm zu bekommen Aber man hat mich nicht durchgelassen 我当时尝试想要得到 一个亲笔签名 但是人们却并没有 让我通过 说明他被保安 或者被工作人员拦住了 ZURÜKSHICKEN ZURÜKSHICKEN 同样是可分动词 寄回送回 我们知道 SHICKEN 有寄 或者派遣的含义 那么ZURÜK BACK 回来 所以ZURÜKSHICKEN 就是寄回送回的意思 KANTED IER MEDICATA ZURÜKSHICKEN KANTED IER MEDICATA ZURÜKSHICKEN 你们可以把我的票子 寄还给我吗 这里的KANTED 用第二虚拟 来表示 HUFLICHKITE 委婉的请求 非常的礼貌 Die Geschwindigkeit Die Geschwindigkeiten Die Geschwindigkeit Die Geschwindigkeiten 速度 Manche Leute lieben die Geschwindigkeit beim Autofahren Manche Leute lieben die Geschwindigkeit beim Autofahren 有些人 喜欢 驾车时的速度感 TRIBEN TRIBEN TRIBEN的原意 是推动 驱动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 Die Wellen TRIBEN DAS BORD Die Wellen TRIBEN DAS BORD 也就是波浪 推着这艘小船 我们看一下 课文里的例句 Mit der richtigen technik 是没有漂浮的意思 是没有漂浮的意思 我们怎么理解呢 这个句子里 其实省略了 WELLEN 我们把WELLEN 加在 SICH的前面 MIT der richtigen technik KAN MAN WELLEN KAN MAN WELLEN KAN MAN WELLEN 这种波浮动词 是 IST UNTER GEN GIN UNTER ISTER UNTER GANGEN 同学们想一想 下沉还有一个同义词 可以用哪个词来表达 应该是 SINKEN SINKEN 下沉 那么 UNTERGANGEN的反义词 上升 又是哪个词呢 AUFGEN AUFGEN 上升 像我们平时看 日出 日落 太阳出来 就是 AUFGEN Die Sonne geht auf 而日落 就是 Die Sonne geht unter AUFGEN AUFGEN dalla FGEN HOSHOBEN HOSHOBEN Shangfang GaoPark HOSHOBEN HOSHOBEN 箱 HOSHOBEN 在山的上方有一座房子 我们知道 表示从水平面往下的深 那么就是指离我们水平面蛮远的下方深处 在海底的深处非常的寒冷 遥远的地方 这个夏天我们要驾车去很遥远的地方 坠落 这个前坠有脱离离开掉落的意思 就是从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 所以这个可分动词也是搭配住动词 你们要当心 让谁产生对某事物的兴趣 那么如果恰好做反身 就是自己对什么感兴趣 对什么感兴趣我们会搭配这词 我对这首歌感兴趣 同学们可以记下这个动词相应的名字和形容词 兴趣的名词是 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可以说 那么对什么感兴趣的也就相当于英语里面的 interested呢肯定是用第二分词 interesiert 对什么感兴趣 interesiert an etwas sein interesiert an etwas sein 这两个不管是名词还是形容词的借词an 后面都支配三格兵语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发现了 为什么动词用的是借词für 而名词和形容词却用的是an呢 这就是这个动词比较特殊的地方了 de forella,de forellen de forella,de forellen 尊鱼 de forella is a besonders leckere fish de forella is a besonders leckere fish 尊鱼是非常美味的鱼类 这里的besonders是做副词 就是后面的lecker the elite text,delete texter the elite text,delete texter 歌词 lead,歌曲 text,文本 歌曲的文本当然是歌词了 den lead text finden Sie in Übungsbuch den lead text finden Sie in Übungsbuch 歌词可以在练习册中找到 der Bach die Becher der Bach die Becher 小溪 著名的音乐家巴赫就是这个名字 bach ein Bach ist ein kleiner fluss ein Bach ist ein kleiner fluss 小溪就是一条小河 die Strophe,die Strophen die Strophe,die Strophen 段落 结 wie klingt die Musik in der ersten Strophe wie klingt die Musik in der ersten Strophe 第一段里的音乐听起来如何 klingen 相当于音语里面的sound 如果我说音乐听起来很优美 die Musik klingt schön die Musik klingt schön weiter schwimmen weiter schwimmen 可分动词 继续游 它搭配的注动词是ist weiter schwimmen schwamm weiter weiter ist weiter geschwommen die Foreller will nicht mehr weiter schwimmen die Foreller will nicht mehr weiter schwimmen 这条鱼鱼不愿意继续再往前游了 der Erzähler die Erzähler der Erzähler die Erzähler 讲述者 可以看出这个名词来自于哪个动词吗 erzählen erzählen 一般我们把绘形绘色的讲述叫做erzählen eine Geschichte erzählen 讲一个故事 hören Sie was der Erzähler sagt hören Sie was der Erzähler sagt 请听讲述者说什么 der Fischer die Fischer der Fischer die Fischer 渔夫 看到这个职业Fischer 同学们一定可以推导出捕鱼怎么说 Fishen Fishen Fishen指的是用渔网去捕鱼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渔夫拿着钓杆去锤钓 那还怎么养家虎口呢 der Fischer hat lange am oofre gesessen der Fischer hat lange am oofre gesessen 那个渔夫在岸边坐了很久 an oofre在岸边 er schrecken er schrecken 惊吓 er schrecken这个字有两个词性 当他做集物的时候 它是规则的 比如说你突然跳出来 你吓到我了 这里的er schrecken 集物的话 就是规则变化 那如果我说 我被你吓了一跳 ich bin erschrocken er schrecken 在不集物的时候 解释为受到惊吓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不规则变化 er schrecken er schrack ist erschrocken er schrecken er schrack ist erschrocken 我们看一下 例句里到底是 集物还是不集物 规则还是不规则呢 wem man fischer aner will darf man sie nicht erschrecken wem man fischer aner will darf man sie nicht erschrecken 同学们想一想 如果我要把这句话 改成完成式的话 这里是er schreckt 还是er schrecken呢 应该是er schreckt 答对的同学 理解了舒老师前面所说的话 这个地方大家看 er schrecken是集物的用法 也就是如果我们想要钓鱼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惊吓到它们的 集物的意思也就是 它有一个四格的冰雨 也就是指这里的鱼 fischer 你不能把鱼给吓跑了 verhinden verhinden 集物动词 防止 避免 manchmal kann man das aber nicht verhinden manchmal kann man das aber nicht verhinden 不过有时 这是无法避免的 fangen 看到fangen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眼熟 我们学过一个可分动词 unfangen 开始 unfangen是一个不规则变化 那么fangen本身 当然也是不规则的 第三人称单数 er fend er fend 过去之后过去分词 fangen sing hat gefangen fangen sing hat gefangen 解释为抓住 逮住 zornig zornig k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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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学过 那么klar的反义词 就是trueb 我们通常所说的把水搅混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最后一个词组非常的重要 in gefahr kommen in gefahr kommen 陷入危险 di gefahr 危险 in gefahr kommen 是一个动态的动作 就是进入危险的状态 the forella ist im trubenwasser in gefahr gekommen the forella ist im trubenwasser in gefahr gekommen 遵御在混浊的水中 陷入危险 那么同学们再记一个词组 如果我表示静态的正处于危险中 我们就不能用动态的动词 common 而是要用sign in gefahr sein in gefahr sein 我可以说 di forella ist im trubenwasser in gefahr di forella ist im trubenwasser in gefahr 在这个词组 使某人陷入危险中 jemanden in gefahr bringen jemanden in gefahr bringen 是渔夫把水搅混的 他让尊鱼陷入了危险 所以我们可以说 der fischer hat die forella in gefahr gebracht der fischer hat die forella in gefahr gebracht 那 gut 他们的名字是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当时在苏黎市的西部区域,警察和年轻人之间经常会发生暴力冲突,那么这个暴力冲突往往是因为年轻人吸食了毒品而引起的。 这正是这支乐队名字的由来,他们其实是带一点讽刺意味,起了这个苏黎市西部的名字。 1988 erschien das erste Album der Band, und schon 1989 hat Zürich West den ersten Platz in der Hit Parade。 在1988年这支乐队才发表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das erste Album。 没想到整个一年,在1989年 Zürich West这支乐队就登上了排行榜的首位。 Den ersten Platz in der Hit Parade haben,占据排行榜的首位。 Im gleichen Jahr erhielt die Band die Auszeichnung Schweizer Rockstar,同年他们获得了瑞士摇滚之心的奖项。 Die sechs Musiker sind bekannt für ihre originellen Texte im Schweizer Dialekt, die Themen wie Liebe, Alltagsgeschichten oder Fremden Hass in der Schweiz aufgreifen。 这支乐队的六位音乐家,以他们的原创歌词以及用瑞士方言的演唱方式闻名。 而他们的歌词会涉及各种主题, 比如像爱情、日常故事或者瑞士的排外情绪。 而他们的音乐呢,受到比较简单的节奏布鲁斯风格影响。 好,在简单介绍了Zürich West的这支摇滚乐队之后, 我们知道Zürich West ist eine beliebte Rockgruppe in Bern. 我们知道Zürich West是博尔尼之受欢迎的摇滚乐队。 受欢迎的摇滚乐团一般都有很多的粉丝。 那粉丝们不仅会去参加自己喜欢乐队的音乐会, 也会给自己的偶像们写信。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封 摇滚乐队Zürich West收到的歌迷来信。 Öffnen Sie bitte das Buch auf Seite 120, Übung 2. Den Post für die Berner Rockgruppe Zürich West. 你们注意,这篇阅读课文是以玩心填空的形式出现的, 请同学们根据上下文的含义和语法选出正确的单词。 不知道同学们这一题的正确率怎么样? 其实这道题的难度还不是很高,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玩心填空的答题技巧。 Liebe Lütz,亲爱的朋友们, 或者是亲们, Seite ich im Ausland wohne, Binde ich es noch viel schöner, Dass ihr eure Lieder auf Berndorch sind. 自从我在国外生活, 我就愈发地觉着, 你们能用博尔尼德语演唱你们的歌曲, 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里是圆形, Binde ich es schön das, 那么这里的es, 也就是形式兵语, 它指代是后面那个das引导的从句,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 那么用了比较集, schöner, 我觉得这件事更好, feel就是更好的多, 什么意思呢? 原来你们的歌, 我就觉得用博尔尼德语唱也挺好的, 自从我生活在了国外, 就更加的想念祖国, 想念家乡, 听到博尔尼德语唱的歌, 当然是觉得更加的亲切, 更加的喜欢。 从前面的 Ich finde es schön可以看出, 后面缺少一句表示事实的陈述句, 而选项A和B引导的都是问句, 不符合, 所以我们选择das. Eure Musik ist wirklich ein Stück Heimat für mich, 对我来说, 你们的音乐就意味着一部分的家乡, 很明显, 这里的空格应该缺少的是物主带词, 那么要选择物主带词, 就要确定这位歌迷和乐队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 同学们看第一句话里面有一个 Eure, 你们, 有一个Eure Leader, 你们的歌曲, 可见歌迷和乐队成员之间是Duten的, 是以你来互相称呼的, 所以这里应该选择人称代词, Eure的物主带词, 也就是你们的Eure, 再加上后面的音乐是音信的, 自然就变成了Eure Musik. Übrigens, habe ich hier im Fernsehen eine Sendung gesehen, In der Mandurie West die beliebteste rockgruppe der Schweizer genannt hat. 对了, 我在这里看到一个电视节目, 在这个电视节目里, 人们把Toolie West称作瑞士人最喜欢的摇滚乐队, 从意思上看, 后面的重句应该是修饰前面的Sendung, 是什么样的电视节目, 是在这个节目里, 人们称Toolie West是瑞士人最受喜爱的摇滚乐队, 那么Sendung是音信的, 在节目里我们用借词ing, ing后面加三个, 自然变成了ing der. Letzte Woche bin ich nach Hause gefahren, um euer Konzert in Bern zu hören, und ihr wart echt toll. 上周我回了一次家, 是为了去看你们在博尔尼的音乐会, nach Hause gehen, 回家是动态的, nach Hause, 不能选 zu, zu Hause是at home, 也就是静态的在家的含义, 这位歌迷看来还挺铁感的, 为了观看他们的演唱会音乐会, 特意从国外回到博尔尼, 那么在演唱会上, 你们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棒, ihr wart echt toll, 因为演唱会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这里的sein动词要用过去式, 我不知道有没有同学选了er waren, 因为觉得说你们是负数吗, 在所有表示负数的人称代词, 也就是我们, 你们, 他们, 还有你们里面, 只有ir是特殊的, 它不管是在现在时还是过去式里, 都会有tei这个词位, 所以是在wa这个基本形式上加tei, 就变成了wart, nach dem Konzert habe ich versucht, ein Autogram zu bekommen, versuchen etwas zu tun, 有点像try to do something, 尝试做某事, 在音乐会后, 我尝试想得到你们的一个亲笔签名, aber man hat mich nicht durchgelassen, 但是他们没有让我过去, 这里的aber表示的是一个转折, 可能有同学觉得选项a也蛮好的, lie der, 很可惜他们没有让我过去, 但是大家要注意, 不管是选项a的lie der, 很可惜, 还是选项b的tort dem, 尽管这样, 他们都是副词的词性, 副词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后面应该是动词第二位, 而aber是一个临站位的连词, 所以后面可以用主语, aber man hat, 如果你选lie der, 或者选tort dem, 就应该是lie der hat man, tort dem hat man, 就应该是一个倒装的语序了, 真的是很遗憾, 因为那个时候我过生日, 而你们的亲笔签字是我最大的愿望, 这里grüßt都一样, 最大是一样的, 也就是不一样的是形容词词尾, wunsch是阳性的, 在这里签字是我的最大愿望, 很明显是第一格, 第一格的话就要承担起定罐词der的词位, 所以自然应该是选择c选项, grüßtter wunsch, 现在我把我的音乐会的票子寄给你们, 票子是阴性的, die karte, 所以meiner karte, 第四格仍然是meiner karte, 要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能在上面签字, 并且把这张票子寄还给我的话, 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ich würde mich sehr freuen, sich freuen, 解释为高兴愉快, 要修饰高兴愉快的程度的话, 我们用副词 sehr, 再合适不过了, sich sehr freuen, 非常高兴, 那么你们所有的人都在上面签字, 在一张纸上写字, 我们用借词auf, 那么这里因为这张票子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就用代副词, darauf, darauf, 剩下的damit和datzu, 都没有在上面写的意思, 所以都不对, viele kruise und bis bald auf dem nächsten Konzert, 祝好, 还有下次音乐会再见咯, 这里的viele kruise, 是我们写信给我们的朋友, 或者其他都城的人的时候的一个问候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liebe kruise, liebe kruise, 信的最后是歌迷的落款, 这位歌迷叫做Rossi,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 这封信的格式, 从一开始的称呼到最后的落款, 是不是信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左边顶格写的呢, 同学们要注意德语信件的特殊格式, 除了写信的地点和日期, 写在信的右上角, 我们这封信里面没有, 其他的部分都位于信件的左边, 而且是顶格开始, 看到Turie West的这支摇滚乐队, 这么受粉丝的喜爱, 同学们会不会很好奇, 他们的音乐风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听一支他们的作品呢, 有不同的音乐种类, 每个同学的品味或者说口味喜好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类型吧, 接下来让我们来做一个口语练习, 不过要介绍自己喜欢的音乐种类, 得先知道有哪些, 让我们把和音乐类型以及音乐相关的词汇, 再来总结归纳一下, 流行音乐,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也可以说, 外来词 电子音乐 玫瑰音乐 民族音乐 古典乐 音乐 歌曲 我们唱歌可以用 一 lied singen 非常受欢迎的热门金曲 音乐家 歌手 它是singen的名字 那女歌手就是 die zängerin die band 乐队 音乐 乐器 演奏乐器 同学们想一想 问哪个动词 spi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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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nen sie ein instrument spielen 你会演奏某项乐器吗 das konzert die konzerte 音乐会 或者演唱会 去听演唱会 或者音乐会 我们可以用 ins konzert gehen ins konzert gehen 那 gut jetzt wissen sie wie man verschiedene Musikarten ausdrücken kann 现在同学们知道 不同的音乐风格 应该怎么表达了 在同学们中间 一定有很多的音乐爱好者 那么请同学们 自己来说一说 并且和其他的同学 交流一下 你喜欢的音乐风格 是什么 我比如说一位 Cousin 朱老师有一个表弟 他可以非常好 Gitarre spielen 和他有一 Band 他吉他弹得非常好 而且有一支 自己的乐队 他听和很喜欢 HeavyMental 他非常喜欢听 也喜欢弹中金属音乐 他认为 通过音乐音乐 可以自己的音乐 他可以自己的音乐 表达自己 他认为通过音乐 他可以很好地表达自己 尤其是有的时候 他还会自己作曲 Mansman Componiert 同学们喜欢 什么样的音乐风格 又是谁的粉丝 就请同学们 大家自己来说一说吧 在今天的这节课上 我们首先通过 一个阅读练习 复习了第一虚拟式 做间接音语 然后我们了解了 伯尔尼的摇滚乐队 ZURI VEST 通过阅读课文 歌迷来信 以及他们作品的欣赏 我们对这支摇滚乐队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还通过 舒伯特的作品 《尊于》 接触了古典音乐 最后 我们还归纳了 表示不同音乐风格的词汇 那么在下节课上 我们将来到 博尔尼东面的 艾门塔尔地区 通过词汇学习 和阅读课文 我们将了解 著名的艾门塔尔奶酪 在语法讲堂部分 我们还将学习 VAS引导的从事 那我们今天的课 就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啦 Auf Wiedersehen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